京城对咱们也是和蔼可亲 每次我看到大雷叔站在院子里 像个铁塔一样 我这心里就特别踏实 罗马 我看咱们还是分两个步走吧 如果先发志人抓到了大雷 那就把他 当个老人一样养着 不杀他 但也别让他害咱 那如果他跟燕妃一样坏呢 如果他跟燕妃勾结 对付咱家呢 跟燕妃公司 会杀了咱们吗 王子龙 别怕 有我呢 你以前我也不怕 饿了吧 吃 吃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一个姓丁 一个姓王 姓丁的叫丁一千 姓王的叫王子龙 能告诉我吗 谁叫王子龙 喂 挺顺的 两个孩子都在 没错 都在我手上 什么 什么 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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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听点废话 找到了 你们俩听到了吧 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你们 你们俩一块来的 有一个能走 有一个得留下 叫丁一千的可以活着从这走出去 叫王子龙的 只能留在这 活不了 告诉我 谁叫王子龙 压不拉 来 说 你们俩 谁是王子龙 我是王子龙 他撒谎 我才是王子龙 今年六岁半 龙马是我爹 小苹果是我娘 要撒我就趁早 不然都在那了 你好看 他才撒谎 我才是王子龙 今年六岁半 我爹是龙马 我娘是小苹果 要杀我才要撑走 都挺勇敢 都挺勇敢 都是王子龙 我跟你说 知道丁一千他爹叫什么吗 丁一千他爹叫丁燕昭 是个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 是个忘恩负义 出卖朋友 是个罪该万死的人 罪该万死 所以这个人必须要杀 必须要杀 必须要砍 还有丁一千他娘 叫西曼 是个傻女人 人家把她给抛弃了 她还死别赖脸的 跟在后面 简直是死不要脸 知道吗 所以说西曼就应该去死 扰 你们敢咬我 你们俩刚才跟谁来的 有个老太太是吧 那个老太太 叫我活活的 给掐死了 你杀了我姥姥 杀了我奶奶 跟她拼了 拼了 什么 姥姥 奶奶 你这是让我给骗了 你就是王子龙 爹 爹 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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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我听了半天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关键时刻 一千为了救子龙 说自己是王子龙 结果被那帮人给带走了 子龙啊 趁机从窗户跳了出来 跑了 子龙 他们有没有说 把一千带到什么地方 行了 你们都别问了 这孩子也受到了惊吓 先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一千没怕你也不用怕 你好好想想 那帮大人之间的说话 有没有提到什么地方 或者什么人 真是没出息 一千跟你一样大 关键时刻 他为了救你挺身而出 而你呢 胆小如数 别说了 他就是个孩子 一千也不大呀 都剩你给惯坏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现在使出他的时候嘛 那孩子还没找到呢 子龙 我把你回屋去啊 走 赶紧你拿好吃的 我把你回家 西漫妮别担心 我心里面一直有个疙瘩 我深怕丁一千 会像他爹像大伯一样 兴数不振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 我这么多年心里的阴影 一下子吹散了 是个好孩子 对吗 我被他叫好啊 眼下一千不会危险 大蕾只是以为 他绑了龙马的孩子 想用孩子来做仇了 所以他不会一辈蓝一千 他是想学着 当年森木的样子 会想方设法跟我联系 只要他露面 我们就一定有办法 找到一千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你都不能把珍宝 交出去 知道吗 但是我会说 你也许可 你也不想帮我 你也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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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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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不对劲 是啊 那不你们先下去吧 好 之前我受天下太平刀枪入库 可现在我就想打开杀戒 你想刀枪入库 我何曾不想相夫教子 永远不上战场 可我总有个预感 就算没有大雷捣乱 咱们家也不会真正地安生 你是说大雷会跟燕妃勾结起来作乱 这只是一方面 我说得不安生 不单单是咱们家 也不单单是这久安城 我说不上来 总之天下太平这种话 说得太早了 洛马 关于子龙 我有一个想法 你把石头 交给子龙 我有一个计划 好 子龙啊 你在这儿好好玩 娘出去办点事 顺便给你买点好吃的 知道了娘 你好好玩吧 这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陌生人 是是 来 小少爷啊 要记住啊 没人陪着不能出去 真乖 冰糖葫芦 麦糖葫芦咧 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麦糖葫芦咧 牛回去 牛鸿濮 雪豆吧 冰糖葫芦 coordinated 抬草香 懒山构 买草香 Circle 冰糖葫芦 你还都嫩 我不 candidates 买山构 出车咆ünü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叠得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猛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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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猛中的 刚才看过 不是 你还有一个 你还没 你还没 你倒是 我 也没 你ru 你 你 还没 你 你 你 带我去见大雷 好 子龙 是这个位置吗 不是这儿 我和定一千不书关在这儿 人呢 他们拿了东西 就让我在这儿等他 不对 对 这儿没有定一千的东西 他没散好 这应该是大雷的衣服 大雷也不会告诉他那么多 你要不要留几个人在这儿等他 事情闹得这么大 他不会回来了 老公 你带太太他们先回去 我留下来等他 好 西蔓姐 走 不要 难心等待 一定要难心 他们还会再出现的 我听子龙跟我说 大雷想找出谁是王子龙 可这两个孩子都说 自己就是王子龙 大雷就开始说你的坏话 以前忍受不住跟大雷拼命 这才暴露了身份 进场 降台 对 什么 你 这 比男ered 这 吸引 他明明已经抓走了娘和孩子 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把子龙送回来了 我看有两种可能 第一 他把孩子送回家就是个阴谋 就像当年燕妃把我送回王家一样 让子龙骗走我那块石头 那只是第一步 等破解清楚以后 还会有更多的印照 可是 燕妃和柳爷把你派回来 那可是花了二十多年的功夫 大雷把子龙抓走才几天啊 不可能 子龙这孩子我清楚 他不会骗我们 他没有撒谎 还有一种可能 大雷仓促出手 是被逼无奈 被逼无奈 谁会逼迫他 能逼迫大雷 又能跟大雷勾结作恶的 当然只有燕妃 他们是一样的人 又有着共同的目标 龙马端定 大雷神厚的一定是燕妃 可燕妃早就离开九岸了 九岸那个围警察局长 也换了好几任 他的办公室 怎么会跟以前一模一样呢 难道这么多年 真的就没人进去办公吗 不可能没人办公 默默地捉灭 一成不然 那就是有人定期去打扫 可打扫干净了又闲着不用 有种逼返下 如果有人定期负责 怎么办公室 哪里不定 不然就没人 就会来 那就是一个看来 那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是放在我右手边的 那还有一样呢 还有一样就是你 原来是我的秘书 今天已经成了九安城的一线之长 你的表姐夫是不是又升官发财了 哪里哪里 一样 完全一样 麻还是那个麻 碧还是那个碧 碧麻对您的一片赤胆忠心 永不改变 原来这间屋子里的东西特别地多 你可以啊 居然把所有的东西就原封不动地 给我放了回来 难为你了 多年未见特派员 心中甚是想念 特派员身边的一草一木 卑职都铭记在心 不敢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物以类聚 他俩目标一致 多半会出的一块 我最关心的是 大雷向燕妃透露了多少秘密 我们原本手上有三张号牌 王子龙那一张是最好的 大雷兄出手阔车 随随便便的 就把那张牌给打了出去 燕妃老爹 你是在怪罪我是吗 哪敢怪罪啊 我这是提醒 你把王子 让龙马和小苹果实话 这是 你刚才说过了 他是 只能把我拿出去 都能拿着干净 怎么办 他能沉到那儿去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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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东西到手之后 立走了之 我能逃出你的手心吗 你总得让我把东西弄到手 我心里才能踏实不是吗 那好 从现在起 这位先生 不能随便进出这个屋子 如果反抗 可以开枪 是 但是 但是 我要活的 绝不能让他死了 李小泽 在哪儿 就是 小泽 三 一 五 二 一 一 大雷不傻 他知道雁飞的为人 要是什么都不说 雁飞不会帮他 可要是什么都说了 燕妃一定会杀人灭口 说得没错 依我看 大雷一定会告诉燕妃 珍宝没有被炸毁 珍宝还在 可是具体珍宝藏在哪里 这位最要紧的秘密 大雷不会说的 所以看似他俩勾结在一起 其实是貌合神理 各怀鬼胎 那咱们就利用他们的矛盾 挑起争斗 说不定 就能把娘和孩子救出来 嗯 嗯 毕先生 吃敬 坐 我就不坐了吧 李县长 您这出行的阵势 比当年的燕妃还气派呀 哪里哪里 陈蒙龙马兄当年的教诲 卑职今日才羞辱得阵深 恭喜 弟县长有何指教 指教谈不上 今天我到这里 是想给龙兄龙嫂烧个口信 刚刚得到献报 有人能够帮助你们 找到丢失的王老太太 和小孩子 是吗 是吗 这人是谁呀 上哪儿找去 此人乃国防部少将特派员 丁燕妃先生 在办公室恭候二位光临 请订阅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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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康丽请进 特派员客人大 真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里跟以前还一样 就连一个小小的墨水瓶 就连一个小小的墨水瓶 还是放在您的右手边 龙马兄小苹果 好久不见 二位已经结成连理了吧 我应该称小苹果为王太太吧 承蒙燕局长官赵 这么多年不见 您也更精神了 更加荣光焕发呀 哪里哪里 哪里 只是您这腿 我的腿 我的腿是在武汉会战中 不行的负伤了 也正是因为这次受伤 才赢得了我这肩 那您还是英雄啊 失敬 失敬啊 二位今天这么隆重地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我们来报警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被人绑架了 报警这种事情 你们应该找警察局啊 不应该找到我这儿来 我现在是 国防部少将特派员 不是警察局的小局长啊 特派员先生 您怎么不听听 我们的赏金是什么呢 赏金 我是金钱如粪土 不要拿赏金到我这儿来贿赂我 我这是什么地方 我这是国防部少将特派员办公室 不是警察局 找孩子找老人去警察局报警去 谁帮我找到老人和孩子 我把藏宝图给他 真的造's è שר 也是啊 龙马兄 你看 你看 龙马兄和我 也算是多年的朋友了 老人和孩子丢了自然会想到我 这老人和孩子他怎么就搞丢了呢 这么快就走了 特百元 特百元 您跟他们谈得怎么样 这是龙马干的 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 你妈 我刚才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我一直有意地不用正眼看他 你知道我看的是什么吗 您看哪儿了 我一直盯着龙马的那两只手 他一直没有动 就放在膝盖上面 可是这墨水瓶 怎么又从 右边 摞到了左边呢 难道真是雕虫小技吗 真要给他藏宝图 嗯 给张假的 燕妃未必会买账 所以要给他真的 你别忘了 大雷知道藏宝图是什么 燕妃拿到藏宝图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大雷何时真假 这样我们就能顺藤摸瓜 跟踪燕妃找到大雷 也就找到娘和孩子 可燕妃会设法摆脱我们的跟踪 她知道我的本事 她只有在确保我没有跟踪她的情况下 才敢去找大雷 那就不好办了 怎么才能让燕妃相信 非烟走壁的龙马肯定不会跟踪她呢 哼 珍宝不是给炸毁了吗 骗你呢 骗了 这次你怎么保证不是骗我呀 龙马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时间里你告诉我珍宝藏在了哪儿 蒋饱突吗 胡 أه 状怒突吗 人呢 不过这长宝图是真的 我立刻放了你的老人和孩子 谁的心是铁座 像一颗小小的云天 在夜空中划过 划破了寂静的夜色 谁的心是铁的 在冷冷的水中摧火 在墨林中千人 任性者将自己划破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 请你不要难过 那时我痛得无法忍耐了 回到四处相见的你我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 那些花儿会记得 我为你哭过也为你笑过 只愿我们能从头来过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 只想让你更幸福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